好,我們現在教一個對化學家而言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不過國中教的非常的簡略 我做周期表 科學家試圖想要把已知的元素做一個整理 然後呢,希望能夠得到一些規律 從而可以幫助我做一些預測,做一些了解 我們現在用的周期表 第一個拼出來比較像樣的大哥叫做門德烈夫 橫德烈夫他是根據原子量的大小來排的 啥叫原子量下學其交 目前的周期表是按照原子序來排的 啥叫原子序下學其交 應該不是,應該是在講那個原子序 應該在講原子序就會提到 不是,在講原子序就會提到原子序,OK 好,現在按照原子序來排的 然後呢,橫的,橫的就是會有周期性變化 1、2、3、4、5、6、7、8 8K1很像,所以又回來了 所以呢,一個橫的呢,就叫做一個周期 那麼同一個直的,就是它有相似的性質的,稱為同一族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一些族 我們會介紹減金族、減土族 我們會介紹魯素 就把它這個共同的性質狀態呢,記一下 橫的呢,叫做一個周期 直的呢,叫同一個族 目前的周期呢,按照原子序排 後面教原子序的時候會講什麼叫原子序 原子量理論上下學期才會真的出現 好,因為它會周期性的變化呢 所以我們叫做周期表 我的獎益28頁有周期表 就請你欣賞看一看,這是你要背的東西 你要背的東西,好,那就背一背,OK 好,同一族的元素性質會相近 但也沒有完全一樣 不同族之間也可能有類似的性質 這就是我不喜歡化學的原因 因為化學有規則必有例外 考試規則也要考例外 也要考,所以搞封量 不像物理很單純 一叫一,二叫二 所以我比較喜歡物理 不過大部分的學生覺得化學比較簡單 因為背妹就好,背妹就好 我覺得物理比較簡單 因為理解就好,因為理解就好 好,第一個,最左手邊的一個直排 叫做鹼晶竹,由里納甲盧瑟巴 里納甲盧瑟巴叫鹼晶竹 明明竹 好,這一族呢 因為他們都會跟水作用 然後產生氫氣 同時生成氫氧化物 比如氫氧化鈉、氫氧化甲 這個都是強鹼,所以它叫做鹼晶竹 跟水作用產生強鹼晶竹 所以它叫做鹼晶竹 它會跟水作用產生氫氣 請記好,產生氫氣 然後呢,它原則上是 越後面的活性越大 你可能在YouTube裡面看過影片 把鈍丟到水裡面 噗 然後呢,鈍到水裡面 噗 可是到後面那個 反到水裡面 會有一個非常恐怖的 噗 劇烈的作用 會有那種很震撼的效果 這個應該在YouTube看到這種影片 就是要是 越後面的活性越大 所以里納甲盧瑟巴 甲的作用會比鈍來的大一些 大一些,OK 然後呢,它們會很容易 跟空氣的氧跟水蒸氣作用 叫做所謂的炒緊 那所以要放在石油中 舊課本寫石油 現在課本寫礦物油 反正就是放在油裡面 因為油裡面沒有氧氣 所以呢,鈍甲要放在油裡面儲存 舊課本寫石油 現在課本寫礦物油 反正就是放在油當中 因為它很容易會作用掉 所以要放在裡面儲存 然後幾乎所有的石油裡面 都有鈍跟甲 這兩個是人體中很重要的電解質 鈍甲要保持一個平衡狀態 如果你鈍甲不平衡 你就會有些怪怪的事會發生 它也會跟什麼心臟病啊 什麼之類的會有些關聯 不過那個醫生的事 我們就不管它了 反正就是要說你說 鈍甲,生物裡面有 它平衡很重要 你要知道一下 這就是有關於我們檢驚竹的一些 你要背的事情 檢驚竹你要背的事情 那另外呢 鈍就很軟 可以用小刀切開 以前會給各位學生看一看玩一玩 到時候切開小看鈍 然後爆火花這樣子 爆火花 因為它會作用產生輕 然後呢 有放熱所以點火 然後呢 法就最大 因為鈴甲甲爐射法嘛 最後面嘛 所以活性最大 然後李氏最輕的金屬 就看一下 看一下就可以了 最大的重點就是 它會跟水作用產生 氫氣 會跟水作用產生氫氣 然後產生搶緊的東西 搶緊的東西 所以叫做減清楚 第二個就是 被考試喜歡考它 放在石油裡面 放在油裡面 這是幾個考試 比較喜歡考的內容 請你把該背的背起來就可以了